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继续不断地显明他的心意 2008年1月 香伯木培训中心网络教学平台正式成立 伯训秉承着以圣经为基础 以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为目标 以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建造为具体实行之路 培养圣经 生命 侍奉和生活均衡长进的神家工人 神在这个平台上所给我们的祝福 带给我们的鼓舞 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 然而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特别继续为了这个平台祷告 不仅大环境越来越艰难 而且这个世代越来越险恶 许多的人被生活 被世界 被肉体 甚至被罪恶所捆绑 我们何占希望神界的这个平台 能够得到更多亲心爱主的人 让我们能够被连结 一起为了神的国 为了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一起齐心努力 博训是一所以圣经为基础 以基督为中心的学校 感谢神曾经来过我们博训授课 帮助我们的老师们 包括于立公 黄子佳 边云波 于木杰 张璐佳 傅立德 张怡平 叶高芳 吕配渊 赖若翰 于红杰 杨念慈 博训是一个以意向和使命 为导向的团队 基督与教会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 神的工人必须看见神所要的 才能做主的工 所以博训所有的教学 都以建立和神心意的教会为目标 不是为了个人的追求和满足 这个理念在后现代的文化中 背绝艰难 但是盼望神赐给我们同一心灵 同一脚踪的同路人 博训以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建造 为具体实行之路 博训作为一所神学培训机构 课程不仅注重圣经真理的装备 更在乎学员们得到意向与使命 并且借着生活与侍奉的操练 而得到生命的改变 走在和神心意的道路上 博训的课程 大多是在西谷基督徒聚会中 先已落实或正在落实中 因此 学员们可以非常自然地 把在博训所学的 带入自己的生活与侍奉中 博训是一个属灵的家 也是一个连接众圣徒的平台 博训非常重视学员生命的见证 要谦卑舍己 单纯踏实 跟随耶稣走实驾的路 博训的学员 有因着大环境而学历有限的 也有博士 博士后的佼佼者 有全职传道人 也有工程师 医生 大学教授 理发师 小店主等等 代职侍奉者 有头发斑白的神国战士 也有刚出校门的职场精兵 学员现在遍及五大洲 不单是因为这里有好的 圣经课程和真理的装备 更是因为他们在这里 得着了基督 得着了侍奉的方向 这里是我们属灵的家 也是众人靠航的港湾 感谢主 这些年看见博训的申请者 越来越多 并且其中许多的申请者 是因为看见身边学员的改变与见证 而报读博训 这令我们非常的感恩 且大受激励 感谢神 我想借着前面的视频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整个博训成立的过程 不仅仅是因为弟兄姊妹们 有这样子的需要向我们表达 更是因为神亲自在这里 带领我们 感动我们 让我们一起投身在神国的服事上 那我想刚刚的视频里面 也介绍了一下博训所开的一些课程的计划和内容 那我们特别特别是在乎 每一个人跟神之间都要有第一手真实活泼的关系 而且我们非常强调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被主改变 好让我们在事丰上能够不住的成长 也能够在这里接受该有的装备 那在这里我特别虽然身为校长 但是我自己特别感恩 特别蒙福 除了感谢神亲自在这里带领祝福供应 一路上陪我们带着我们走过来 那我也非常谢谢在这里的老师们 属灵前辈们 他们大力的帮助跟寻寻的教诲 那我看到学员们非常认真的学习 大家虽然都很忙 但是都愿意在这里认真的学 尤其听到学员们因着上课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家庭 甚至教会 他们都得到了祝福 都被主改变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喜乐 那尤其很多学长们已经毕业了 他们还是愿意留在学校继续的学习 很多人都投身在当助教 或是当关怀的同工 回头来帮助学弟学妹们 就让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家 不是只是上上课 大家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然后又是一同在场上当兵的 直到我们都在这里为了神国 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 那我想我们今天面对的试探 的确是越来越艰难的时代 整个世界在快速的堕落 远远超过的神家属灵力量的成长 因此我们在这里欢迎 也鼓励弟兄姊妹 要抓住时间 抓住机会我们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追求 千万不要忙到一个地步 我们没有空追求 没有空长进 那是太可惜的事情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一起来 要来就来真的 我们同一心灵 在这里高举基督 同一角中拓展神果 如果你不合适 或者不方便参加 也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往前 多保重 愿神祝福你们 对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 注意 能不能 感谢观看